诸位侠士救我性命 又来了几只肥羊 正好已到劫了 大胆贼人 怎可伤害无辜 呸 这个算命的也忒乌鸦嘴 不杀了 留着过年招会去吗 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何嘴这有话 先生 莫怕 我们来助你 总算解决了这些贼人 先生 我们先告辞了 相大雄之相 这位公子请留步 这位相师先生 雄士在下是见得多了 不知道您看到了什么 啊 面带凶兆的倒不是公子您 而是这位活泼聪慧的小姑娘 我 我会活不过今年吗 可是 我好端端的在这儿啊 从面相就只能看到这么多了 这解救之法并非没有 只是老夫的太乙棧盘为窃贼所盗 此刻老夫就算想要帮忙 也是无能为力 原来如此 我曾在学艺术时听师父说起过 但太瞻已经失传多年 想来也极为稀少 相师先生 咱们若找到了太乙棧盘 必定会立刻送来给您 至于玄机妹子凶结的解救之法 到时候还请您多多帮忙 不知先生您如何称呼 专门报忧不报喜 人称四相式的陈冠 就是老夫 原来是陈先生 砧盘之事 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在这西域荒漠的酷暑下 这池子的水竟然结成了不化的寒冰 还不住发出阵阵寒气 这是此地的奇景 这本是宿州古名圣九泉 可是就在前几天 忽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大家都认为是妖艺作祟 这池子里的森兰寒气如此厉害 一定是有什么厉害的妖魔盘踞一次 不过要如何将她由此驱除 不是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小女孩似乎知道缘由 却又在害怕些什么 怎样让她开口呢 你一定是做了什么天大的坏事 虽然心里十分后悔 可是又自己解决不了 所以怕得一个人躲在这里哭 对不对 比如 让这九泉结冰 对不对 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一个不小心 把那东西掉进了浅水里面 没想到浅水浆 小朋友 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好吗 或许我可以帮忙解决 前几天我和朋友阿娟 相约来到九泉边玩 我偷戴了娘亲的一件白玉镯 没想到不慎将这镯子 落进了泉水中去 我大致知道这其中经过了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我会设法把它解决的 最近不少人扬言要为九泉除妖 结果都碰了一鼻子灰 你这穷酸书生有什么高见吗 怎么 瞧不起我们读书人吗 宿州城的雅布斯先生 博学多识 可比你们谦虚多了 我尊重值得尊敬的读书人 而不是只会泼冷水的家伙 你 宿州城的雅布斯先生 博学多识 又温和谦虚 比起你们 我更愿意相信他能解决 这位先生 我们实在是想帮助解决这件事 不知您说的那位雅布斯先生 住在哪里 我们想先去请教他一番 幸福土无边 瘸阳跑下山 大锯一条腿 再往门内关 诸位大侠自己猜去吧 会两句打油诗雅迷也算本事吗 无非就是 他应该是告诉我们往南边去吧 该是如此 我们走吧 怎么办 主人为此伤透了脑筋 我却没办法帮得上忙 这位姑娘 看来你似乎为了找某件东西而头痛不已 或许在下能帮上一点忙 你愿意帮忙 我的主人一直在找一件叫做血灵神珠的东西 他需要这东西 你说的是邪派法器血灵神珠吗 说来有点凑巧 我这儿倒有一颗 不过此物并不简单 得先得知你的主人想用它做什么 真的吗 这 那我带你去见我的主人 可否 主人 我在城里遇到一个人 他说他拥有的血灵神珠可以送你 但是要见过你才决定是否这么做 哎 西维亚 我知道你一心想要帮我 可 既然来了客人 不能冷落了人家 年轻人 欢迎光临比宅 晚辈夏侯仪 不知前辈如何称呼 夏侯公子客气了 老夫叫做雅布斯迪洛 是个从西方旅居此地的游历学者 你叫老夫雅布斯就行了 您就是雅布斯先生 太好了 我们正在找你 哦 我们似乎是初遇 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得上你 雅布斯先生 城内九泉冻结成兵 我从一个女孩那得知 可能是由她那落入九泉的镯子引起的 果然 听你这么说来 恐怕是某种 嗜好寒气的精怪 附在手镯之上 有了 既然那东西喜爱寒气 或许用火领冰石能破解 火领冰石吗 我们稍后便去试试 哦 我差点忘了 听说您在寻找血灵神珠 不知 既然你我是同道中人 我也不隐瞒你什么 是想以等同贤者之石的此物 作为人偶的心脏所用 贤者之石 人偶 雅布斯先生 你在说什么啊 同事人偶师的你会不知道这个吗 莫非你身边的那个人偶 不是你的杰作 人偶 雅布斯先生 兵离不是我的人偶 虽然他在某些地方的确有些异于常人 但是我从来没因此把他当成异类看待 对我来说 他是生死与共的伙伴 抱歉 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精准的人偶 才出言冒昧 也罢 这大概是命运的安排吧 若夏侯公子不介意 我倒很乐意交你这个朋友 雅布斯先生 这是我的荣幸 不过听您这番话的意思 莫非西维亚姑娘也是人偶 你猜对了 不过她乃一百年前的犹太魔术师 阿布多尔所造 我使用秘仪将她唤醒后 就将她留在了身边 真令人不敢相信 如果西维亚姑娘真是被造出来的人偶 那么这位阿布多尔前辈也真是太厉害了 是啊 有谁不会对此神迹感到惊叹 为了有朝一日能再现阿布多尔的绝学 所以 原来如此 亚布斯先生之所以寻找血灵神珠 是为了这件事啊 或许这便是上天的安排吧 这颗神珠就送给您吧 接下来我们便要前往九泉 解决池水结冰的问题了 哇 好冷啊 白天的时候 这池畔就已经寒气逼人 在这三更半夜 冷得就更加厉害了 嗯 这寒气如此强烈 险非寻常 不知道这底下 到底躲着多厉害的怪物 这火令冰石是否管用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火令冰石啊 一切就拜托你了 去 大家小心 好像有一股寒气 从地底下生了上来 说不定是下面的家伙 等等 地脉之气怎么忽然 这 这里是 我们何时来到这里的 是底下的那家伙 用地脉一顿之事物 将我们移来子弟的 这妖魔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够用出这种咒术 这 这是什么 这妖魔是全身散放领气的白色冰龙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兵之灵兽 护齐 无极有点爱 把如灯移到此地 就是为了将如灯 进出图灭一次 死吧 将其咒术 将其咒术所及之处 可引动石骨寒水 凝结成修罗冰煞之阵 若不慎重招 便犹如寒水石骨 激进丧尸对敌方的招架之力 见识领力 好 我好不容易才倔疾的灵气 优秀仿 无知要再次沉眠 终于沉浮在我们手下的兵兽护旗 化成了一块白色的风石 嗯 就先将它带走吧 咦 这震动是 又回到池畔了 诶 那是西维亚姐姐 主人在房中实验之时 发生了某些异状 猜测几位已将金怪解决 令我来感谢诸位 帮助宿州城解决难题 这一切多亏雅布斯先生的妙计 对了 西维亚小姐 您一直帮助雅布斯先生 在城中寻觅 可听过太乙沾盘这件宝物 太乙沾盘 并没有 但是主人托我告诉你们 他之前用古老的密法 为你们占卜 显示你们在沙洲方向会有奇遇 沙洲方向 我们知道了 麻烦您替我们感谢亚布斯先生 祝他实验顺利 妖魔的气息 小心 他们过来了 怪物四在不断居拢 不宜缠斗 前方好像是烽火台 我们先设法进去避一避吧 人定圣天 这烽火台内好强的妖魔气息 如此看来 妖魔出现并非偶然 而是有人精心设局 要将局中人困在此地 设局 难道是冲着我们来的 暂且不得而知 不过只要我们揪出妖魔之缘 那么此处的妖惑 也就迎刃而解了 躲在这里总不是办法 我们小心探查一番好了 怎么 还有人敢上来一战呢 查斯科大叔 他不过就要一件算命的毡盘 又不是叫你其他值钱的东西 你就给了他吧 你 你们是我花钱雇的吗 怎么倒向那贼人说话 这砖盘关乎我家人性命 我死也不会把这东西交给他 我千辛万苦找这砖盘 便是借此寻求 为我的手下们反魂还扬之法 你个大活人不珍惜性命 又何苦求死呢 唉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你糟蹋自己的性命 但又不得不夺着砖盘 这样吧 我们玩个游戏 我的手下耐不住寂寞 想陪陪各位侠士 不过你们放心 只要我在这几箱货物中找到我想要的 他们就会停手 查思个大叔 查思个大爷 你就好心告诉他 沾盘在哪儿吧 沾盘 能让这妖人如此苦心布局的宝贝 难道是太乙沾盘 玩游戏要讲究棋缝对手 这次便让我们来会会你吧 恩公 是恩公 一弟 我方才用本门秘法 借日药之力与沾盘共鸣 以试探出其位置所在 接下来如何于这极手战阵中取胜 便全听你指挥了 大叔拼死要保护的东西 必定十分重要 但若只顾祸箱那边 尸鬼又必定伤及无辜 看来要好好筹划一番 你们慢慢挣扎吧 我拿到了东西交走 不过可别以为我只拿太乙沾盘 若有其他宝贝我也不会放过的 不好 祸箱中的奇珍异宝 能令那妖人功力大增 恩公千万小心 以后若是遇到乱戒之谜 此书应能派上用场 也不知道你们是幸运还是不幸 毕竟我的手下很久没尝过人的味道了 殷煞魔花 不愧是无往不利的商人 黑白两道的东西全都要 殷煞魔花 传说中花瓣落地 即可化为凶煞失魔的魔花 还剩下三个祸箱 我越来越期待了呢 人定胜天 我苦心不举 将他们骗上烽火台顶 强夺战盘 本以为万无一时没想到 看来这一局是我们赢了 希望那咒术师死前能明白 骄傲是会吃亏的 哈哈哈哈 不错 我们之前洋装屈服 是为了让他忘乎所以 正所谓交兵闭 你 你们可算了吧 若不是恩公 你们怕不是早联合那贼人谋裁害命了 多谢恩公助我保住这砧盘 若没有这宝物 爱其性命威夷 我也活不下去了 大叔 您说的那宝物可是名幻太乙沾盘 不错 我千辛万苦密得死物 只为求那高人陈冠相士 化解酌精命中大劫 陈冠 可是那专门报忧不报喜的死相是陈冠 正是 我是在宿州偶遇他的 其初我并不相信他那张乌鸦嘴 其知他不仅将爱其过往遭遇沾得一清二楚 其后种种出眉头的事也都如他所言 此人精通太瞻绝学 所言皆经得起推敲 却不是什么欺世道明之辈 那可真是巧了 查斯葛大叔 在下有个不情之情 恩公 您这是哪里的话 若有能帮得上的 我查斯葛一定赴汤蹈火 这沾盘关乎我一位朋友的命中大劫能否化解 可否让陈冠用这沾盘寻求破解凶劫之法 您只需要向他提到幽黄课金 他便能知道是我们所托 即便经历了这么多 夏侯大哥还只把我当作朋友吗 这自然不成问题 我这便前往宿州 嗯 陈冠先生占卜并寻求解救之道上许时日 我们还是先遵循雅布斯先生的预言 前往沙州吧 石像呢就把东西交出来 否则杀无赦 可恶 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抢劫 看我来收拾你们 你们的伸手 怕是刚出来当匪盗拦路抢劫吧 女侠说的是 全都是因为最近这沙竹城附近 妖孽横行断了我们的营生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 那也不能成为你们伤害无辜的借口 你们也知道被迫害的滋味 又怎么忍心伤害别人 妖孽横行的事情我们会想办法解决 但你们也必须承诺不再做这种勾当 是 是 您说的对我们以后不敢了 好熟悉的契机 来了 小心 他们身上有幽黄的气息 幽黄 难道这附近有那奇怪的金属断片 丙离 我 是不是让你担心了 其实我没事的 我 无事 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的 我也不知道为何 心里忽然一阵莫名的骚乱 像是有什么凶事快要发生似的 是我多心了吧 日时 那不是错觉吧 在太阳被幽暗吞噬的瞬间 我在天际看到的是 不是错觉 那是幽黄的气息 而且 他们正朝这个方向来 看来这些邪力幽黄和我是要纠缠道 到底难解难分了 不错 这次的日时是再明显不过的天节之兆 大师 你们也感觉到了吧 在日时之刻充满天机的幽黄 就是从洞开的天幕中露出的幽界一角 而这幽界 便是千年前那场宿孽凶结的缘起之处 我问你 你如何看待那来自幽界的强大力量 与尊神赋予我的力量同源吧 我 曾获得这力量 和魂命相细的他 共同完成一项使命 正是这力量 让身为箭矢的我 时刻陪伴在他的身旁 兵里所思所想的那个他 会不会只是指传说中的那个计时 嗯 原来你是这么认为的 这力量仿佛千载前的他归来 亲自贯注在我体内 那是你身为箭矢所拥有的力量本源 而现在你没有选择如何使用它的方式 箭矢里面 夏侯怡就在你丛林昔日的救所之后 曾被迫停下的天命的遗轨 又再次开始转动了 而面对着充满未知和幽暗力量的宿命之徒 你又做何想法 这里选未知对未知宿命的挑战 这要选哪一个 周知属于夏侯怡的路 无论千载前的我有什么使命 现在的我是夏侯怡 自然要走属于我自己的路 也自然会用自己的双手和过去的一切亲自做了结 光主黑佑 明昭花言 明昭花言 是否有资格面对那再次开启的孽缘 战胜了 只凭你和我的力量 我想只要携手 就算是宿命使然 我们也不能任其败步 嗯 你说过的 我们一起 夏侯怡 其实你真正的宿命 从现在才刚要开始啊 米兰娜巴大师 我 而不论这回你最后选择怎么做 我们四尊者都会把这一切做个了断 十轮功不容这种事情再继续下去 至时结束了 这世间又恢复了光明与生机 那我们的宿命呢 不论如何 我割舍不掉这人事 焦兄你看 这夏侯小子果然是个天煞孤星 哼 妖魔邪祟总是如此猖狂 怎么 你们这些令人作偶的名门正派 有和我过过招吗 这脏手的事情自然还轮不到我们 毕竟 那十轮老鬼的话我们都听到了 哼 来日传遍江湖 自然有的是人将你们除之而后快 这种事还要劳烦两派掌门亲自送答 我夏侯怡何其有面子 哼哼 夏侯小子 下次见到你便是群侯光明正大 生讨你这妖邪转世之时了 告辞 冰玲 怎么了 方才这两人所言其实无关紧要 就算他们将此事传出去 只要你和风姐姐他们都在我身边 任何事情我都无所畏惧 嗯 前方的沙洲城内有东西 这感觉是幽黄在沙洲城内 算解决了 这便回沙洲城调查幽黄义诏 这是幽黄的感觉 自甘陀寺里不断涌出 莫非又是 此事非同小可 我得进去查下才行 使下侯施主啊请进 您的神色为何如此慌张 在下陆经贵寺之时 忽觉有妖邑之气 此刻寺内可有任何异诏 可否让在下入内查看一番 啊 救命啊 要 要妖怪啊 那是从五层塔的方向 看来在下的感觉不假 事不宜迟 先让我们去看看吧 好极了 总算闯过这要命的五层塔乱戒了 又是这感觉 来了 幽冥斜碎附身爱女之身 苦不堪言 唯求佛祖慈悲 使引竹暗破魔之法 心里的人一定很着急 要助行找到解决办法 乱骗之后 这塔里的异象和乱戒 也都随之而消失了 魏大师 五层塔里面的妖衣以除 在下认为已经无碍了 这魏大师是 大师 原来如此 阿弥陀佛 拜下侯施主之次 方能消弭本寺之祸于无形 仅有两名僧众受伤 老衲于本寺上下 对下侯施主极感谢意 不敢当 大师 您客气了 说来奇怪 这段片并非塔内收藏之物 何以会突然出现塔内引来此祸 这可就令人猜想不透了 不论如何 不论如何 就让此事就此告一段落吧 恩公 竟在这里遇到您 我已将毡盘留在陈关相师那里 只是他说占卜尚须十日 还请恩公过些十日再去寻他 麻烦大叔您了 这下我们只需静候陈关先生占卜就好了 只是大叔 您为何愁眉不展 可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接下来 我本来要前往罗布泊附近 同商队交易 不过 最近听说一些同道在途中遇险 我实在是心绪不宁 即使如此 如果路途不是很远 就由我们陪您走上一趟 这样您应该安心了吧 多谢恩公 那 那我这就去准备出发 恩公 果然是我连累了大家 他们身上 沾染了幽界的气息 而且他们终身的蓝色明火 和之前五层塔内所见极其相似 难道 难道罗布泊附近也有幽黄作乱 还是说那里也可能有金属断片 大树小心 你并非他们的对手 要尽快赶到大树身边 防止佐金妖魔滥伤无辜 前面就是伤队所在了 咱们这就过去吧 这不是查斯哥吗 你总算来了 我们可真是等得久了 抱歉 抱歉 最近出了点事情 本来差点来不成了 多亏夏侯公子大力帮忙 我才能顺利成行 夏侯公子 欢迎来到本商队 你看来不像商人 你也是来寻找楼兰遗址的冒险者吗 楼兰遗址 据说那有名的古楼兰城 以前就在罗布泊湖边 现在仍有不少人想去那里寻找楼兰遗址 有人为探秘他湮灭的缘由 当然更多的人是为了去寻宝 只不过最近很多冒险者都未曾找到宝 却在哪里遇到了周身被蓝色魔火笼罩的妖怪 蓝色魔火 难道真的是 看来有必要前往罗布泊探查一番 这里看来虽不特别 地脉气息却异常纷乱 莫非有幽界利欲混存于此 等等 这逆原幽界的气息和在高昌古城地下时一样的感觉 那幽界的气息愈来愈近了 哈哈 想必这罗布泊附近也有那些异界凶兽 我正好活动活动筋骨 不过 救命 救命 老人家莫怕 我们来保护你 想办法消灭老人家身边的妖魔 以防他被伤害 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不过此处少有人踏足 公子 您怎么会来这里 我们来此探查些古迹 也是幸好遇上 那老夫还真是命大 这次来隔采颜快 竟遇上这些没见过的妖物 本是想躲在洞内等妖物散去 没曾想这刚一出山洞 就差点丧命 这么说来 此地幽盈聚集 地脉纷乱的异象 也是最近才开始的了 不论如何 如今这里已非久留之地 老爹还是快离开此地为夷 采颜就暂时歇下吧 是啊 再怎么说还是性命重要 多谢公子远来相救 老夫这就回沙洲去了 应该就是方老爹所说的采颜之所了 咦 这块岩块层积得好厚 看来颇不寻常 莫非是底下藏有什么 这里很熟悉 会不会是楼兰城遗迹 查斯格大叔说过 楼兰古城古时位于罗布破畔 如果迁移的湖水掩盖了楼兰古城的遗址 变成今天这个样貌 那倒也十分合理啊 夏侯兄弟 我也觉得这下头有意 咱们就把上面的盐块掘开看看 奇怪 似乎并没有什么发现啊 想来有高人在此设下咒法 隐藏了入口 可惜线下我也想不出破解之法 不管怎样 这总是个大发现 咱们就先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或许以后能找到进入此地的方法 沙洲城是罗布泊附近最大的城镇 若要去楼兰探索 这里应是最佳的补给地 封姐姐的意思是 在这沙洲城内很可能查探到楼兰入口的消息 正是如此 方圆之内没有比沙洲更合适的地方了 我们走吧 沙洲城这么大 要去哪里调查楼兰入口的消息呢 既然前往楼兰一记的 多半是为了寻宝的冒险者 一定认为去哪里打听消息比较好呢 对了 若是寻宝者有所发现 很可能会卖给古董方 前往调查的话 应该可以发现什么 老板 最近可以收获什么奇珍医宝 就是你 可算让我找到了 我问你 你身上是否可有一枚圆形绿玉 外绢龙形古篆 那里透空巧雕 他说的可是之前大战饕铁后得到的奇异玉石 不错 但我们与前辈素未谋面 前辈是如何得知的 这你莫管 老子摊上了麻烦事 与此玉石有极用 你开个价吧 这位前辈 晚辈不想出让这玉石 但若您只是想借用此玉之能 晚辈倒是愿意帮忙 小子 照你这么说来 你是愿意把镇龙之玉借我医用了 若前辈不介意的话 晚辈愿意带着镇龙之玉亲往代劳 好小子 你信不过老子我 也好 此事本就不以我自己动手 找人代办一无不可 且慢 老前辈能于千里外盖 应到这玉石 想必自然身负异能 若是您都觉得麻烦的事情 想必十分棘手 哦 你是在和老子谈条件吗 只是想借您的异能打听件事 大抵关乎那千年前突然消失的楼兰一记之谜 老子只能先告诉你们 此城若要现世 需以幽黄附着之物为凭 至于其他的 其他的 等我们帮您之后再说便好 如果你们想好了 就到沙州城郊的月牙拳 首案全盘诸树环绕的大师 然后呼叫老子的名字即可 沙州城郊 岳牙拳盘的大师 晚辈记住了 请问前辈的大名是 老子叫做向桓子 在外头可别乱说这名字 至于于事 就等到时候再谈吧 老子去也 我这片沙丘应该就是岳牙拳了 小心 有惊无险 咱们总算到了这儿 全盘诸树环绕的大石 应该就是这块吧 向桓子前辈 向桓子前辈 晚辈来此见您了 小子 你总算来了 还带了朋友来 对了 之前忘了问你姓名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啊 晚辈夏侯仪 拜见向桓子前辈 夏侯小子 既然你真愿意帮忙 老子也就跟你直话直说 话说老子是个德道散仙 原本住在青海龙居岛 而今老子的灵地被以黑龙占据 他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必咒炼甲之法 一身黑鳞万法不入 真让老子伤透了脑筋 哦 前辈之所以寻找可以降服妖龙的法宝 就是为了这个吗 不过最近我们凑巧得了血力鬼敏 或许能助前辈摧破妖龙禁止 这个厉害 六十四只血灵力破之威 相当于禁法天力鬼市之效 你从哪里弄到这个的 话说回来 这血力鬼敏是可以用的 不过公杀修法同道已是大伤因德 用这等制邪之物更伤因德 也就是说老子不能亲自用这玩意儿 小子 你可明白 前辈的意思是 要晚辈带您用这鬼敏除掉妖龙 不错 只要你愿意帮忙 老子负责教会你阵龙之法 让你收服那条妖龙后 将它留作己用 除此之外 我再传授你一个无伤咒法 怎样 这笔生意够划算了吧 咱们说走就走吧 顿 前辈你还真是风风火火 这里是 嘿嘿 这里是青海之中的龙居岛 老子住的青居 事不宜迟 我先传授你使用震龙之欲的震龙之法 晚辈只来得及胡伦印记 不知能否奏效 总而言之 在得到他的真名之后 再将它收封于狱内就是了 另外 那只妖龙从顶上布下了五幻疑龙之阵 不读上山的道路大乱 雾里也有各式各样的妖物 虽然这应该难不倒你们 哎 也只能这样了 哇 这山上风景竟然如此灵秀缥缈 就宛如仙境一般 这里果然是个洞天福地 难得的修法练道之所 也难怪像环子前辈 会急着想把他抢回来 不过一地 这风景看来越是清幽宁静 我们反倒要越加小心 哈 为什么 这里看来是如此祥和 武幻疑龙之阵乃是上乘的一顿法诀 不但能以遁地挪移或乱侵入者 还能在阵内 引赴喜好灵气的四方妖魔精怪 还好风姐姐你提醒在先 不然我正会上了大道 不过就算这阵再难缠 我们还是得闯 多小心些就是了 就算这阵再难缠 我们还是得闯 大家多小心些 是啊 你明白了就好 设法找出布在这乌龙幻界里的阵地法符 这是攻破此阵的不二法门 咱们走吧 这柱顶石座的底下 压着一张符纸 看来似乎是用来扰动地象用的 或许这就是武幻疑龙的一部分 这就把它抽走撕毁吧 果然如此 这些怪物似乎是为正护符纸而生 诸位当心了 好家伙 砍枪 最后一张纸符 法阵已经破除了 总算过了这迷阵 奇怪 明明已经破除了那武幻疑龙之阵 为何 请妖容医送妖男 看来不毒的妖龙青睐此地 哈哈 就当战内妖龙之前的开胃菜了 好家伙子 看来不见了 好家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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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 虽然是不总 不信 不信 要不许 对 是 妖龙,看来你还是没有从此退走的意思 既然如此,可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 哈哈哈哈,不知死活的小子 我就陪你玩两手吧 哇 哇,这是龙,我来到大宋国,啊不不,西域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这种玩意儿 露出原形了?哼,果然是条妖龙没错 嘿嘿,以这个姿态,我才能发挥全国的力量 想把我赶出这里的话,就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少本事吧 夏侯兄弟,我们上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根本打不进去 哈哈哈哈,虽然你们修为语算不成 在我的逼中脸颊之前,也只能扫扫养罢了 果然厉害,那么,只能试试这招了 小子,你从哪儿能买这个东西 你们,你们真敢 黑龙的必法练甲已破,咱们再上 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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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去打 这,这要躲掉的意思吗? 不绝 OK,扛不住了,不说 哦 在这呢 取入婆娑平杀意 你在這呢 超痛 好先放必死就緒 他要進第二階段了嗎 取入婆娑平杀意 選舉如何 依依在這呢 只是這個 還來啊 剛好進第二階段 我記得龍爪還要再打一次吧 對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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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便 嘩 不愿双臂 取入婆娑平沙翼 箭矢异 箭矢异 第二一 是不是 有機會 有機會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9回合應該是可以的 再一回合 OK這扛不住了 解決 請各位高台貴手 找我一命 我 我願意從此聽你們號令使喚 別讓我八百年的修行就這樣迴雨一旦 大凡你們這種煉成龍身的精怪 必定有一個修道刑法用的真名 把這真名告訴我 我就饒了你的命 你竟然連這個都知道 我今天真的是人災了 好吧 我的真名是 解雨 你 明謝於這 承約奉祭奉無之命 速入此獄 是 真龍之獄 不 不要 不要 就這樣到手了 放心 我們最多請你當當作計 不會把你烤來吃的 這樣一來 就可以向前輩交差了 不會 你到底在發生了 谢谢观看